各位观众您好,今天的每日一字为您介绍的是一个渡字,渡鱼的渡。 渡字的国语注音是,渡物渡,自生渡。 渡字,自生渡。 渡是虫名,可以分成两种,一种是寄生在木头里,以木头作为食物,形状有点像小蝉,一般称之为蛀虫。 另外一种体型较小,是藏在书柜或者是衣柜里,以注食书籍和衣物为生。 又因为渡的外形,像银白色的鱼,再加上它有注食的习性,因此还有渡鱼,白鱼,衣鱼,注书虫等等的名称。 但是,这样写成的渡书虫,则是讽刺一些只会读书而不知活用的人而言。 意思和今天所谓的书呆子很类似。 有一个谜语是这样的,它的谜面是渡鱼,要猜的是四个字的成语,谜底就是咬文嚼字。 我们想想,被注得体无完肤的书本的时候,谜底不是很贴切吗? 渡又是腐食毁败的意思,如渡食是亲号财物。 古代名医华佗曾经说过,流水不浮,护疏不渡。 就是说,流动的水是不会腐坏的,常常转动的门轴也是不会生渡虫的。 所以,常常运动的人也是不容易生病的。 这正是政府要提倡全民运动的主要的原因。 因为渡是寄生在物体内部的虫,所以常常用来比喻虫中损毁或侵占财物的行为。 如国渡就是侵占国家财物的人,渡义就是古代衙门里无恶不作的差异,而渡正就是暴正。 最后要提出来的是,渡字的另外一种写法是这样的渡,如果写成这样的则是一个俗体字。 附带一提的是,渡这个字虽然不常用到,可是一旦用到了,却又不容易念得非常正确,但是绝对不能够把它念成和它很类似的驼字,特别提供您参考。 今天的每日一字就为您介绍到这里,谢谢您的收看,明天再会。